台南火车站惊传公安意外 当时铁道局正在进行地下化工程 一辆吊车正在吊挂堆高机作业的时候 吊车吊壁突然断裂 复工也惯性地甩到了沙伦支线月台的遮雨棚 造成了雨棚损毁 幸好月台当下并没有旅客 至于吊车吊壁为何会断裂 相关单位还在调查当中 台铁地下化工程如火如图进行 没想到吊挂机具的大型吊车吊壁 竟然要折断 将损坏的吊车吊壁移到空地处 但仔细一看月台铁柜跟工地相距不远 果然遭到波及 月台遮雨棚被砸破大洞 工程围里也硬生生遭拆成两半 原来吊车吊壁断裂后 上面的副钩在惯性作用甩荡之下 波及月台的遮雨棚 勾到这个甩回去 事发在12号早上8点多台南火车站 当时铁道局进行地下化工程 没想到吊车在吊挂堆高机作业时 吊壁突然断裂 堆高机掉落后 吊壁上的副钩也不偏不倚 甩荡杂重沙伦支线月台的雨棚 所幸当时月台没有旅客 而吊车距离铁路还有大约10公尺 没影响列车通行 反而是要从我们的顶板吊到B1层 弯折过后呢 它有一个复钩 那它就是有点达到了这个屋顶 列车还是一样正常在行事 这刚补上去了吗 对啊 修补啊 目前破损的月台雨棚已经修补完毕 而据了解 量货的吊车总重45吨 照道理说 吊挂三吨的堆高机应该没问题 那为何吊壁会突然断裂 是否为金属疲劳还有待厘清 好在这起事故无人受伤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